2024年1月20日,星期六,农历12月初十,每日新闻简报。 加拿大新闻 1.多伦多市政会议举办一年一度的会议,重点关注城市业经济发展。 计划通过改变监管法规,促进晚上6点至早上6点的经济活动,推动城市业生活蓬勃发展。 2.多伦多的平均公寓租金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根据1月份的报告,多伦多公寓总体平均要价仅比一年前增长了2.1%,达到了每月2832元的平均租金。 3.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宣布政府紧急措施,为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加沙地区的大家庭亲属提供临时居留权,期限为三年。 大批加沙难民即将登陆加拿大。 4.多伦多找工作时,谨防诈骗套路。 一些虚拟助理的工作招聘先存入支票,让求职者代付后,支票被退票。 一单亲妈妈因此被骗走2800家园。 5.多伦多教育局TDSB信任委员会准备通过一项有关学校手机使用政策的提案。 如果通过,未来教室里将限制学生课上使用手机,为更好的学习环境铺平道路。 中国新闻 1.中国气象局发布预测,受阿尔尼诺影响,今春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将偏高。 宁夏银川发布通告,春节特定时段可有序燃放烟花爆竹。 2.2024年春运即将开启,节前铁路,民航等出行高峰,预计在2月7日前后,形成返程客流双高峰。 3.广州拟调整非本市级小客车管控,提出高峰现行政策,并放宽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条件,提高911不中群体中千里。 4.商务部公布,去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超15万亿元,连续11年全球第一。 工信部数据显示,去年工业经济总体向好,制造业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 5.教育部、广电总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规定学生宿舍缺口大的高校,原则上不得新增招生指标。 同时制定网络试听内容播放标准。 6.江苏常州发生金电抢劫案,警方成功抓获嫌疑人,并成功追回全部赃物,维护了市民的安全。 7.河北设县全年1964份,陆政行政处罚案卷93.6%造假,5人被追责问责。 8.山西瓦斯事故致4人遇难,43人被问责。 8.四川阿坝州雪宝顶发生旅游违规攀登事故,3人安全下山,2人仍失联。 搜救工作由于天气较差,已经暂停。 9.网易被曝大规模裁员、涉及传媒、游戏等业务。 公司回应称消息不实,是正常的业务调整和人员流动。 支付宝宣布更新logo,去掉外况,保留只字标示。 国际新闻 1.全球火力网最新发布军力排名,美俄继续位列前两,乌克兰下滑至第18位,而以色列上升至第17位。 2.韩媒报道,朝鲜在东部水域进行水下和武器系统试验,作为对刚刚结束的海上联合演习的回应。 同时,韩国计划翻拍电影《长津湖》引起网友热议。 3.俄媒报道,胡塞武装高官表示,中俄等国船只可安全通过红海,不会受到威胁。 4.日媒报道,亚洲杯比赛中日本暴冷1比2不敌伊拉克,结束十连胜记录。 与此同时,日本首例特定未成年人因杀人并纵火被判死刑。 法院认为其改过自新可能性很低。 5.日本宇航研发机构宣布SLIM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 同时,SpaceX成功执行第12次载人任务,送4名私人宇航员上太空,即将进行13项实验。 6.外媒报道,北约将在下周举行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军演,残演约9万名士兵,80多架战机。 专家称演习直指俄罗斯,德国防长警告可能有朝一日俄罗斯袭击北约。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突如其来的政策调整。 今日,加拿大政府宣布一项新政策对从事某些关键领域研究的大学实施禁令,要求在涉及先进数字技术、能源和材料技术、3D打印、纳米制造、新核技术、电池存储、密码学、机器人技术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研究中。 加拿大大学不得与一些特定的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机构合作,否则将无法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 此次政策还规定了公开的关键研究领域清单,其中包括武器、监视、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以及各种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 研究人员在申请资金时,必须声明其团队中没有与被禁机构持续联系的成员。 中国方面,政府公布了包括85个中国研究机构在内的名单。 这些机构被认为可能对国家安全和敏感研究构成威胁,涉及到与军事、国防或国家安全实体有联系。 加拿大情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警告称,这些国家试图窃取加拿大的研发成果并进行经济间谍活动。 新政策将于今年9月生效,要求在敏感领域寻求资金的研究人员在其团队中不能有与被禁机构有联系的成员,否则将被直接除名。 工业部长Fran,为Philippe Champagne,卫生部长Mark Hollande和公共安全部长Dominic La Blanc三位部长联合发表声明, 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既保护加拿大的研究,又确保不会减缓其进展。 Champagne表示,虽然加拿大主导的研究以其卓越性和协作性而著称, 但这种开放性也可能使其成为外国影响力的目标,从而增加了研究和开发工作被盗用,损害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 新政策的颁布将为加拿大研究领域带来哪些变化,尚无法准确预测。 二,Meetle公司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1月18日的Instagram上宣布,为强化人工智能研究团队, 该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向英伟达购买35万个H100GPU芯片,将其GPU总量提升至约60万个, 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全球最强大AI系统之一的地位。 这一声明推动了Meetle公司当天收盘,股价上涨超过2%。 与此同时,英伟达和AMD的股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英伟达股价上涨近2%,市值达到1.4万亿美元, 成为去年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出色的股票。 尽管AMD最新推出的人工智能芯片有望与英伟达的H100竞争, 但目前H100芯片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Meetle公司尚未透露,除了英伟达外是否还使用其他GPU芯片, 尽管该公司表示计划使用AMD的芯片。 根据研究机构Raymond·James的分析, 每个英伟达H100芯片的售价约为25000至30000美元。 据此估算,Meetle公司在这些芯片上的支出将至少接近100亿美元。 Meetle公司首席科学家杨立坤上个月在旧金山的一次活动中强调了GPU对于构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重要性。 他表示,如果你认为AGI时代正在到来,你就必须购买更多的GPU。 这是一场人工智能战争,而英伟达正在提供武器。 扎克伯格在文章中还表示, 将人工智能投资与AR、VR驱动的元宇宙愿景联系在一起, 并计划推出浪漫大型语言模型的下一个版本。 尽管关于生成是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尚不确定, 但企业正在竭尽所能实现盈利, 这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 在达沃斯论坛上,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称, 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不惜一切地追求人工智能的利润, 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减轻该行业带来的风险。 OpenAI公司CEO奥尔特曼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为了满足未来人工智能的需求, 能源技术的突破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人工智能将消耗比人们预期更多的电力。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